在冬季很多花园都知道要给自己的多肉保温 其实我们在做保温的同时 这一个关键点大家可以别忘记了 要不然的话你的多肉在冬季不是冻死 而是饿死了 这一个关键点它就是要有一定的温差 为什么要有一定的温差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蜘蛛它在白天是进行光合作用 积蓄养分 在晚上的时候它会进行呼吸作用 消耗养分 如果没有足够的温差 那么你白天的光合作用和晚上呼吸作用是持平的 它会消耗蜘蛛非常多的养分 再加上蜘蛛在这个时候的生长比较缓慢 消耗的可能会更多 积蓄的会更少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它的养分消耗的特别的多 蜘蛛就会越养越瘦越养越弱 甚至是饿死 而我们保证早晚有大概8到1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温差 就可以有养分的积累 不会导致蜘蛛消耗过度 也就不会导致它饿死 而且有足够的温差 还会更容易让它上色 状态也会更好 特别是很多花有在冬季 会把多肉移到室内 特别是冬季有暖气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这一点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